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這一段我們跟大家談 其實包括電動車包括這部講 未來的一些綠能沿用上的一些市場 我想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呢從一開始 我們剛剛提到了 其實美國現在 美國的幅源很大 如果你要運送的東西 你可能要請貨車司機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最多的是什麼 公路電影 在開公路的時候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說遇到鬼啦 遇到什麼 我記得有一個電影叫什麼 隔山遊演 就是遇到會吃人的 你開車開到一半就把你 抓到來吃 比如說 我們這裡有好東西給你吃 你不在這裡睡好 你睡起來後發現對方是食人猛 把你的人給吃掉了 這美國才會有公路電影 台灣比較沒有 那當然呢這個東西裡面 我們就剛剛提到這個東西 我想這家是這個美國的新創公司 但目前什麼東西都還沒做出來 它叫什麼 叫做PLUS 它叫PLUS 然後這家公司事實上呢它是什麼 它是這個自駕卡車 然後呢 不是只有是電動卡車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要特別去查了一下什麼 叫這個字什麼 Loan什麼的 Loan後面那個東西 那個我還去查了一下 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 長程 他說未來這個長程啊 長程的這個Truck 長程的這個卡車啊 對不對 更安全 為什麼 你如果以前那個吃雞 大家知道吃雞開長程要喝什麼 喝阿比 當然就不吃這裡面有咖啡因 它會有酒精很麻煩啊 對不對 吃檳榔 吃檳榔 提神 欸 一喔 這種卡車裡面 是沒有司機的 對不對 是沒有司機 他說怎麼樣 他說啊 這個裡面 大概有可能可以去看PLUS 點AI 去看看它裡面那個那個 它就是 它就一個人在坐在裡面嘛 可能有一些人要坐在裡面 沒錯 它就是測試的車子 然後方便宜人就自己在那邊開 他說呢就可以橫越很多週 開個三天的旅程 四天的旅程 反正呢就開到了 就結束了 所以我剛才會講 未來說如果你的小朋友 如果你的兒子 說老爸 我以後想要坐貨車司機 你剛才講不要 他要這個職業了 沒司機啊 對不對 為什麼有辦法做到 說真的 全部都是自動的 那透過誰做到 廣達 因為廣達現在 所謂的這個 特斯拉的自駕系統裡面3.0 是找廣達做的 那個ECU的電子控制元件 是廣達做的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看到 其實廣達最近改變很多 那個組裝的東西 我們知道洪凱很會組裝 再細再爛都會組裝 Apple Watch剛開始組裝的時候 廣達還裝不太出來 還找洪凱去協助 對不對 可是現在廣達說 你自己組就好了 Apple Watch 你力訊要組給你組 對不對 你人保也拿了一些去組 我再慢慢就不組了 我寧願去幫 蘋果 他並沒有因為沒有組裝 去跟蘋果翻臉 沒有 他現在變成是蘋果的雲端供應商 反而蘋果那些 iCloud那些是跟廣達在合作的 那他的重心 慢慢轉向什麼 自駕車跟所謂的 汽車跟我們提到雲端 對不對 就是全球的各大的 國際自駕車電貨中心 我們剛剛提到 Plus.AI 就是他跟他合作的 而且 他還有投資Plus 所以未來Plus 開始量產之後 ECU的供應商 也是廣達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部分 這個好像看起來的狀況 其實說真的 這前一陣子 王博那個笑話 說有人問他 廣達外資一直賣 為什麼啦 為什麼 外資一直賣 王博是不是回他說 你應該去問外資 你問我 我怎麼會知道 對 但是你可以知道 其實 賣成這樣之後 其實廣達現在變成 殖利率變得很高 對不對 其實廣達之外 我在昨天的股市現場 還講到像順達 順達今年在賺20塊 你說 六百共 順達今年那一筆 去年已經賣給樂富一號的 那筆儲奔完 EPS13元 那賺20塊他要配多少給你 我說真的 中聰明可能會配10塊給你 現在股價多少 一百一十五 所以你自己去考慮 這些都是所謂的電動車 電池 自駕車的一些概念 對不對 當然這東西 風險大或不大 說真的老實說 我覺得風險都沒有很大 但是 一定要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你都知道 說真的萬海 萬海現在多少三百 三百多塊 對不對 長榮兩百多塊 現在都 都這種價錢了 你回頭反而來看看 成績何時廣達 竟然只剩下八十幾 對不對 我記得我們是不是 但是在入這市場的時候 我記得老江應該看過廣達 兩三百塊的時候 我跟你講 其實來講在我剛畢業沒多久 那個時候台灣的 這個全時大富豪裡面 廣達股東裡面就賺了三四個 就是什麼梁士正跟那個 跟林百雅 還有他老婆 對 還有何 何不殺的 何不殺 對 所以那個時候廣達 其實是我們國內 算是很重點的公司 那個時候 洪海跟他比是三四百塊 對 現在真的是 不過這個轉型我覺得 是有機會的 不過風水輪流轉 對啊 現在就變成 很低價的公司 真的 你看到 你何時想過 其實在我的想像當中 這個長榮最多三四十塊 結果後來我一查發現到 1990年長榮九十幾塊 所以今天我有看到一篇文章 現在來講 這個長榮海運來講是第四大的 本來就是 前一大就是這個台積電 然後鴻海 蓮花科 然後現在就變成是這個 第四大長榮 長榮 第五大才是台塑化是不是 台塑化本 對 對 第五大台塑化 那現在就講說 現在外面開始在寫一篇文章 就是什麼 長榮有沒有可能變成全台灣 第二大的嗎 因為他要拚過台積電是不可能的 而且現在長榮加 陽明加 萬海 是第二大 沒錯 他們三加加起來是4.1% 是超過了鴻海跟0.8顆 對 真的很誇張 我想當然這些 值得要去想像的空間 然後王博要跟我們講什麼 好 一樣是車用 我想今天的主題是車用 那我今天又找一個 比較低檔低價的 低價 不要每次都推高價 被你們兩個笑 好 你那個富邦梅2000塊了 2000塊了 恭喜恭喜恭喜 他最近推的股票都很強 恭喜恭喜恭喜 所以那個富邦梅 還有那個什麼海光 真離譜 海光也長很多 很多人在問 恭喜恭喜恭喜 是不是也推過東升 對對對 東升最近漲了好幾倍 對啊 他最近推的股票特別強 所以 真是厲害 正常的股票不大會做是不是 對對對 沒有 開玩笑 洪捷科今天也大漲 洪捷科也大漲 可是都你推的嘛 沒有沒有 就是還是要從產業 我覺得像頂尖 好像還有推什麼 富頂喔 富頂 富頂 厲害厲害厲害 其實真的是要從產業 因為你一檔股票 你要開始漲 你一定是大家都還不大清楚的時候 然後你要產業 可是你今天早上不是才跟我說 叫我不要看基本面 不要看基本面 不要看基本面 但是要看那個營收一路成長 對對對 就是旋骨上面 旋骨上面其實我會去看 我去看說 第一季他賺多少錢 然後再來看他的營收的成長的趨勢 因為說說說真的 其實也是遇到一些投資人 他說 我就看兩大我就下去衝 問題你看兩大就下去衝 我看有的 你對不對 你當衝你賺得到錢 也很了不起嘛 但是很多當衝其實是賠錢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去從營收獲利去看 然後看一下這間公司 有沒有未來的成長 好這檔股票其實是算LED 其實我認為LED的股票慢慢上來 你看那個異光 富財投控 這LED的股票上來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注意 那它是台灣的那個立基型液晶顯示器 觸控面板 還有那個所謂模組的廠商 我覺得你去注意 主要的產品就是車載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電動車裡面 需不需要車載 都需要嘛 然後公控 最近那個國劇跟那個奇美 叫什麼 奇力心 國劇跟奇力心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汽車 車電跟公控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可能是未來 大家會拿出來談 然後再讓它轉投資那個路燈的大廠 就賀喜光電 賀喜能源光電 賀喜能源光電 其實在下一頁 我們要看下一頁 其實它已經開始 已經有成果出來了 你說它透過什麼 它透過那個所謂賀喜能源光電 其實它就是要去吃這個節能的市場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其實缺水缺電 那如果說你是缺電的狀況下 那當然什麼 當然綠能這個市場 你就要好好的去電 電要怎麼用 電要用到哪裡去 就是好好的去做一個運用 那當然如果我們再回來上頁看的話 其實它慢慢的就是把它的以前 以前大家對它的印象 然後慢慢的把它給擴展出去 除了它很會做所謂的液晶顯示器 或觸控面板之外 它把它給擴充出去 擴充出去就是說 我現在不像以前 我現在要的是立基型的產品 立基型的產品就是 包含像車載 工控 然後它再切入所謂的節能的領域 因為本身有相關的產能 那相關的產能就是 它去接單之後 然後賀喜這部分 我們就一起來做 然後去所謂的那個 那個所謂節能路燈 以前大家還在講說節能路燈以後 可能什麼 其實現在已經很多了 因為有的鄉鎮可能還都沒有那麼注意 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是用節能 就是那種太陽能 然後加那個所謂LED那個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說這是個方向 最重要的是我在選這張股票的時候 其實我在看財報 看財報應該是早里快看對不對 0.46 第一季就賺0.46 對 第一季賺0.46 然後你看它那個營收是 一路都在創新高 黃泊銜股吧 黃泊銜股吧 4月5月6月都在創歷史新高 這如果高明 這如果放在那航運股 現在可能百歲 其實你看 成幾何時現在都在看航運股 對對對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去看很多航運股 那個第一季 有的都只有賺0.0幾 0.1 有啦 那個星星有賺0.11 不是001 對啊 這個賺0.46 對 星星 五十三塊 對 有一天我才跟李快在講說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電子股 真的是威嚇 對 而且你看它那個營收 一路一路是在創歷史新高 這真的放在航運股 還是放在港鐵 星星前兩個月 我講的是2605 它的營收還年減 對 不是那個3037 我跟你講最好笑的是 昨天我跟陳明君在聊 他說國具病情侶心 我說國具病情侶心為什麼股價開高走力 我說因為他弄錯了 他應該國具病情侶心 成立一間船公司 船公司 買幾道船 六類股就可以了 可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 市場資金他自己會去看高位階低位階 如果說 我自己認識的一些朋友 應該沒有人想一輩子待在船上吧 做股票的啦 那如果說你不可能說一輩子待在船上的話 那是不是當航運類股來到一個高點之後 其實有些低檔低位階 像最近電子類股的成交比重 竟然低於三成 今天開盤18% 對 昨天全場多少 26% 天啊 比航運比鋼鐵都還少 對 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 人家講說 其實量縮的時候是找好股票的好機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因為他第一季EPS就0.46了 然後年增達到170%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他的營收成長的話 我看他這個狀況應該是他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公司的那個 所謂的產品的調整的 相關的效果已經出來了 因為他已經往利基型的方向 如果這樣的話第二季你看 因為他營收一直創立 對 搞不好超過0.5 搞不好超過 那上半年就算0塊錢 1塊錢 我給人家 其實可以注意 可以注意 我覺得 就是看產業的趨勢 然後 如果這個股票還沒有大漲之前 你就把它把握起來 那老江今天帶來什麼股票 好的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反正現在來講 不是只有缺水的問題 還有缺電 那現在以台灣來講 缺電比缺水還要嚴重 你看為什麼缺水會比缺 缺電會比缺水還要嚴重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那個核二長的一號機來講 怎麼樣 停工 那這個停工是怎麼樣 你看看晚上停工 那環境都就出役 結果已經開始就不發現 因為他說那個燃料池已經 推滿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旺季 所以台電還有講說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要削間補股 什麼削間不是 我們頂尖會哪邊用削 就是說我們用電 削風 削風填股 對 削風填股 就把那個高峰跟股去填 你怎麼去填 你怎麼去削 會計師 你電力用了暗時 餘工宜山 不是餘工宜山 沒有誘因誰要去跟你用 台灣人 就是差別電價 對 你一定要差別電價 就是說我剛才講的 那你要叫你說你這去用電了 你晚上來用電 那我用電 因為我很不方便 講說真的是不方便 那你不方便我用 你要誘因給我 誘因要怎麼給我 我暗時來打五折 我來說你只要晚上打五折 你都不用去 大家就自動有一些比較耗電 就來用晚上 對不對 這個人之常情 那你說我白天用的電 跟晚上用的電電費是一樣的 那誰要晚上來用電 所以這一個電的東西來講 如果說你可以把它米平的話 其實台灣的這個 第一個你備載的容量 不用那麼多 第二個來講怎麼樣 你隨時可以看到 那其實台電也有講過 以後你的APP 你家裡的電你看APP 你就知道說 我現在去用電 電是三塊 晚上我去用電是一塊 那我當晚上來用 比較耗電的 那要靠什麼 靠智慧電 我們回到上一頁來看 那智慧電表是什麼 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嗎 好 看這個 這個等一下 對 要裝備 先到最上面這個 這個嗎 好 那這一個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我去講十幾大 其實這家公司 我之前也講過 那之前也講過來講 電業一倍 四月到五月都做200幾萬 很多人都說 你講這個股票都沒業績給我看 其實它不是業績 因為剛好碰到疫情 那台電來講 它沒有辦法去裝機 就說你便宜了 你送來我這邊 我沒有去裝也沒有用 所以其實它在手上的一個訂單 是高達14億 那因為四月五月不好 這個東西怎麼樣 就變成它後面的業績會爆發了 其實這個來講 對它反而是一個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本地來一個月 都差不多做幾億 就幾億就這樣 現在來講 可能一個月你會看到 兩億以上的這個營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 那第二點來講就是 剛剛我們所講的核二廠 這一個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 我們再看下去 就是我剛剛那要講的 來 我們把那個看到下面 這個沒有 再下面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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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看看 投資標準500上修台灣建領GP 到5.6% 那這個5.6%它說什麼 最大的風險是跟缺水跟缺電 那缺水來講 剛剛王保佑講了 缺水最好的方式怎麼樣 不是你多蓋水庫 最重要來講就是你要減少那個浪費 其實我們那個水管輸出去的浪費 大概是浪費到25%到38%左右 那你怎麼去減少這個浪費 資費水表 那這個電你怎麼樣 這個就是你把這個高峰跟這個 把它移到這個不是高峰來用 你要靠資費電表 資費電表 它才有辦法去看你是幾點到幾點 去用這個電的 那你幾點到幾點去用這個電的 你才有辦法去分別的一個匯率 大家才有誘因 其實大家現在都等這個誘因 其實很多用電比較大的 比如說這一些洗衣服的 它那個烘乾的 它如果挪到晚上來 第一個來講 它可以節省很多的這個 其實這個是可以很有效用的 台灣全部把它換成智慧電表 這樣500億 這個500億所產生所 可以節省出來的一個效果 等於一座核式電廠 所以你如果說台灣全台灣 全部都裝智慧電表 這個已經來講有沒有 都解決了 那第二個來講 這一次加 上次加州的一個大停電都是靠什麼 他們為什麼很快可以復電 也都是智慧電表 它全部都可以控制好 所以說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近來講怎麼樣 我們台中那裡有沒有 看台中那個消息有沒有 台中火力發電廠 有沒有 你有沒有問到 最近有沒有 你你灌回 現在台中的這個火力發電廠 那個是全台灣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我有一次 用費發電 對 有一次我 因為它在那個八卦山 那個大渡山那邊 你要爬上去快 你知道那個 不是只有那個 我們講的現在看到有些天然區 那煤礦那多大 你知道嗎 那是整個 大概好幾十個操場那麼大 都是放什麼 放煤 那最近來講 你看台灣火力發電廠怎麼樣 常常出問題 最近不是說又要把它增加幾個煙囪嗎 又再產生抗生 所以這個用 我最近說要增加的是天然氣的 據說 不管你增加什麼 反正總是 這個大家可以說明 你偷偷摸摸 你說我 他說 他跳過 跳過盧秀燕 對嘛 你跳過這個人家就會 產生難免會有疑問 那這個來講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用電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回到那邊去看 就是說我剛剛來講 我們回到這個 思琪大第一個月來講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他跟電動車有什麼關係 這個我們講的 今天要講跟電動車有關係的 我們知道來講 所有電動車的一個充電樁 一定要付一個智慧電表 不然你說的 你30分鐘來賞 你要賞多少錢 你怎麼賞 所以每一個電 而且來講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像美國來講 他們充電不是每個時間 跟價錢都一樣的 你現在就是說你11顆來充電 可能現在人很多 10分鐘可能10塊 你晚上來充電 10分鐘可能3塊 那你要什麼時候去充電 那這個充電來講 就是你一去來講 你APP一看 這裡充電哪邊比較便宜 像美國來講 他們這個是很競爭的 那你要靠什麼來去 來去規劃這個 也是智慧電表嘛 所以以後來講 智慧電表 他每個充電樁有 你第一個上這個手機一查 這附近哪邊有充電 有充電樁 那一查充電樁之後 哪邊有什麼樣 哪邊有充電樁之後 你可以去看 哪一個充電樁的價錢多少 所以從這樣來講 就是說你電動車沒電 你車子怎麼走都沒有用 所以你要充電來講 我覺得像時期大 這個部分來講 真的是佔了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優勢 最大的部分是怎麼樣 這個是 你看看所有的一個趨勢來 都指向這個也是一個產業 你講電動車 也講到它 那電動車我覺得這個還可有可無 你如果缺電 你去鑽台灣 你看看以後 我就跟你講 我們那邊已經被停電 停過兩次了 如果說你現在停一次 你看看你以後你台電怎麼去弄 那這個來講也是要靠時期大去弄 那第三個來講 台電 其實也有發覺到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它現在來講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要把這個 做一個平衡 第一個來講說 它有通知這些做智慧電表的 你美尼背後要背多一點 為什麼背後要背多一點 因為它要採購的一個數量 會來得多很多 這個是我們講的 這個是智慧電表這個部分 再看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蘇院長講的 我們苦可以苦冬沒關係 但是我們怎麼樣 我們不能苦到我們的孩子 我想講這句話大家都很感動 我們自己辛苦沒關係 我們的孩子要給過好了 這是什麼 全國中小學2022年 夏季潛王說怎麼樣 全部中小學校是 裝冷氣 都裝冷氣 這個已經邊運算了是300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連電散都沒有對不對 對啊 小時候不會這麼熱 現在問世相當太熱 因為我們小時候 那個風一吹就不會那麼熱 所以我們在 這個就2022年就是 就後年而已嘛 就明年而已嘛 要裝多少 三百三十億的這個中小學都裝冷氣 裝冷氣這個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又怎麼樣 線路要改 你那個冷氣線路不改的話 要燙燙燙 線路改之後再裝冷氣 冷氣改了之後再什麼 叫做裝後的一個管理 能源的管理 能源管理靠什麼管理 就是要靠智慧電表來管理 所以這裡面來講 這個後面的一個 都有很大的一個龐大的一個商機 所以說這個來講 330億 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冷氣的部分還佔一半 那這個所謂的一個管路 跟這個智慧電表 大概是佔一半 這個部分誰 你要用智慧電表 全世界最好的就是iTrump 像台灣最好的就是實體大 所以這個招標來講 已經陸陸續續在招標 大概在七八月全部都會招標出來 一招標出來怎麼樣 這個想像空間都很大 所以說其實來講 就從這個我剛剛講的電動車 從這個電力 從這個智慧電表 我覺得吃其道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那如果說有一天 你看到它的業績 大家可以看看 反正它五月六月 四月五月業績都很差 我覺得從六月開始業績會暴增 從投資朋友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那另外來講 它還有併一個就是做SMT SMT表面黏著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 大概在明年開始就貢獻業績 所以它的業績那麼好 它能怎麼辦 今年就準備要申請上市 其實你看 去年賺大概五塊四 那今年大概這樣算一算 可能會賺十塊錢以上 那又有上市的題材 十塊錢現在在新貴的公司 都超過三百塊 對不對 那現在它多少 它現在七十幾塊 對不對 那以今年獲利來講 本益比還不到十倍 這個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所以我覺得這個股票 投資朋友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那另外有一檔股票來講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一下 有另外這一檔股票來講 我講這個 投資朋友你也去想 這個叫富強星 為什麼我講這一檔你知道嗎 它不是特斯拉概念股嗎 它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它最終不是特斯拉概念股 它是什麼 它是航運概念股 它也有準了就對了 它沒準了 但是它有準了貨櫃輪 你知道我們現在貨櫃輪 貨櫃輪我們什麼 貨送到那個貨櫃裡面 都放在三方嘛 你不可能貨直接弄上去嘛 都放在一個塑膠 或者是木材做的棧幫嘛 這個棧幫在用這個堆高機 把它弄上去嘛 因為現在來講 為什麼航運會大漲價 就是因為貨櫃不夠嘛 貨櫃不夠什麼 棧幫的人放在貨櫃裡面嘛 貨櫃不夠大家怎麼樣 大家棧幫都要給用很多嘛 富強星他就是在做這個 射出成型的機器 那所以說這一些 其實大家都還不知道 你看它的業績你就知道了 所以它的這個棧幫會用很多 那你想說航運公司 就像這罐的 它第一季是賺不多 賺0.1級 但是股價現在十幾塊 你看上次那個東簡有沒有 說它有那個幾艘小小的化學船 還有幾艘散裝 那個是化學船不是散裝 它不是散裝 這樣起到40塊 對 它是化學船 對 它只有20塊而已 因為它東簡它本身需要 像台塑它也很多在以錫丙錫的那個船 幾公里不能載的 因為很多工廠它自己會背那個船 那富強星來講 為什麼它是航運 因為它是在做那個戰榜 也許你覺得說它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跟它 跟它行業比較起來 它真的是很物操所值 好 那它的什麼 訂單旺到年底 這一家公司很出意 我這樣給大家聽 它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它說它手上的訂單10億 10億 然後到這個12月的時候 說手上訂單12億 到今年3月的時候 跟你講說它手上訂單15億 到5月的時候跟你講說 我手上的訂單18億 為什麼 為什麼 訂單越來越多 你說它是都沒在出的 它貨越出越大 它4月5月出貨 光兩個月的出貨 就比去年 整個3月的出貨 都達到3.7億 那為什麼 貨出很多 訂單量越來越大 代表它接了單 比它出的貨還要多 這個也是一個 公司要大幅度成長的一個前兆 你看它的訂單本來 接10億 12億 15億 18億 一般來說 怎麼做的就沒有了 它越做 它貨出很大 它的業績是連續大成長 結果怎麼樣 出很大之後來講 它的業績 還是怎麼樣 還是成為一個大幅度成長 這個是代表說 它這個是已經轉型成功的 所以我們剛剛給我看 它說它訂單到 今年底 在手上訂單已經有18億了 那你不是看它 不是看它在手上 只有18億而已 你要看它從去年 這樣一路下來 你會覺得這個公司很趣的 另外來講 這一家公司在哪裡 在關廟 關廟就是在哪裡 關廟就是目前全台灣省來講 土地漲最多的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台南 一個就是台中 那台南漲最多的就是什麼 就是在藍科旁邊的 那傅強欣在關廟有很大 它會做幾海裡 你知道那個土地一定很大 第二個是什麼 它在永康也有一塊很大的土地 現在沒在用 沒在用 藍科是在哪裡 在新市 這邊旁邊是關廟 這邊旁邊是永康 都是在那個附近 所以最近來講 這兩個土地來講 都增加了很多 所以導師平 你會想說 光這兩個土地 它在永康那個土地很大 現在租給人家 就在做那個太陽冷的那個花電廠 所以說這兩塊土地 將來給它處分出來 那真的是 真的是已經漲太多了 如果以它的 如果把它賣掉來講 可能賺好幾個股本 這個都是大家留意的 那麼最重要來講就是說 它原來有在做那個 賠錢的兩個部門 都把它關掉了 所以它去年來講 其實它光這個 太陽冷的這個 租給人家的土地來講 每一年就固定 一定有很大的一個收益 那因為以前來講 也做一些電子的產品 有這一些東莞的一些產品 都是賠錢 它把這個賠錢的部門 兩個都關掉 兩個賠錢的部門都關掉 有什麼 它就可以開始到獲利了 最大的重點是怎麼樣 其實它現在來講 你看看 有航運的題材 有業績大幅度成長的題材 然後有那個 有那個接單大幅度成長的題材 股價多少 14塊 這個大家都可以去找 所以我覺得說 以其你現在去找 買那個航運 鋼鐵 都起到很多 其實它獲利出來的數字 會不會好 不一定 我能像王伯最近都舉的例子 會洋 EPS 0.6 對啊 百多塊了 你買不下去 你買像我們今天所跟大家講的 我跟你講那個市區大 今年賺10塊錢 70幾塊 像傅強星這個比下來 我的光年也蠻便宜的 對 你的光年光 上半年可能賺1塊錢 現在股價18塊 我們廣達今年應該也有7 8塊可以賺好不好 對 我真的覺得 那個股票都 其實我跟你講有一次我們 我覺得說去年有人在買那個口罩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時候恒大 不是說會起到28塊會賺28塊賺30塊 大家看500看600 記不記得 漲到多少 漲到200塊 220左右就下來 所以與其你去買這些來講風險很高 我們今天推薦尬掉這些股票 都要沒 幾乎都還沒什麼漲到 而且最近有一檔防疫股也倒了 對 南地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乳膠手套的價格 NBR乳膠是這樣子掉下來的 那個之前口罩 大家現在路上最多 你就踢到 都會踢到口罩 沒有踢到錢都踢到口罩 沒錯 然後到那個超商 全部都賣口罩 到這個藥局全部都口罩 對 那個時候你看到其實 討罩價格掉下來之後 可是NBR乳膠的價格是往上走 可是大家去留意到最近 尤其這兩個月是急速下滑 所以你看 慢慢這些防疫都在結束了 因為大家都出來做 其實國內在南部有一家公司 每次他做什麼 就代表那個產業要死了 上次說 我創作台灣最大的口罩公司 最近就說 你去公司不是穿你管得很好嗎 你們朋友嗎 去年底說我要做乳膠手套 去做了 我說我們做出來什麼 後來做出來嗎 有做出來 難怪難力GG了 其實我們講給各位這些來講都是怎麼樣 現在已經7月2號 今天7月2號 其實接著下來都要公佈這個6月份的營收 那個光年漲就一公佈 營收我有創新高嗎 我們講的這些公司 接下來就看獲利了 對 我們講的這些公司 你等著看看我們講的公司 這些業績會不會很好 股價都沒有漲到業績 這個地方有這麼多題材 這個才是怎麼樣 你買得放心 睡下去了 你現在去買買準 我萬人說 真的那個一緩轉下來 人家都跑比你快 因為剛剛老江講得對 那些都是公司老闆買的 沒錯 人手裡都萬張 用萬張洗算的 不是萬張的問題 人家的成本都是多少 十幾二十塊 十幾二十塊 最多五六十啦 對 我還記得我五月七號 我在這邊推薦一檔股票 我說過兩國月以後 你看到這個股票 你會說Oh my God 漲那麼多 有沒有 Oh my God 我們那時候講到六十幾塊 漲到一百五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買 綠界也是從七 五百八漲到一千五萬 對 那所以說其實 真離譜 買這些低檔的股票之後 你睡下去好睡 你也不用怕了 那第二個是怎麼樣 真的 你也不用去擔心那些 你現在買這些 都是物超所值的公司 在股票市場 你要很穩賺 你要大賺 就是說在它還沒有漲的之前 你要趕進去買 你不要等它漲上去去追 我跟你講就是說 你都賺一點你就跑 最後來講跌一點點 你全部都賠進去了 所以在這些公司來講 你現在買進去 其實都獲利很好的 都物超所值 希望給投資朋友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當然我上次在 在講強帽的時候 23塊8啦 那個時候帽系 34塊多啦 我在講的時候 大家也買帽系上 買你的強帽對不對 那結果現在呢 我們都是比較長線的眼光 來推給大家 希望投資朋友來講 從這裡面在股票市場 你穩穩的賺 你才真的 錢賺到你的口袋裡面 你才真的賺錢啦 對的確啦 這個眼光真的是要放遠一點 尤其有些轉機的一些股票 你看真的 強帽真的是讓所有人跌破眼鏡 我還講一個那個九旗咧 也是很離譜啦 那個 32塊漲到 漲到多少 150幾塊 做按摩棒那個 對對對 按摩槍 按摩槍 晶片啦 對 不要講得那麼低俗嘛 然後講的真的就是 一些好的一些公司 當然他們就是經過 長期間的一些淬煉 你看到 其實強帽25塊 應該也是一年多錢的事情 沒錯 他們是沒有漲得像航運那麼快 但是我相信你會抱得住 因為強帽有轉機嘛 而且真的都有賺錢 你想不想不到 強帽今年第一季 我們是一說賺0.88元 對 這今年下來 然後現在是一個月賺0.57元 再差0.03元就跟會洋一樣 現在會洋100多塊 今天強帽漲停板 哪一天股價超過會洋 你不要怪王博沒跟你講 對不對 真的是有這樣的情況 而且王博推薦的那一檔叫什麼 副頂的EPS還比強帽還高 我沒有記錯副頂是不是0.59 5月份0.59 你看其實這都是互相比較 你會發現到有些資金 開始在往別的地方跑 不是航運不好 不是貨櫃不好 是開始往別的地方跑 而且你的貨櫃要小心 剛剛這個老江講到的 人家那些大老闆成本又很低 沒錯啊 他一旦發現到 這個價格有一點點下來了 人家萬海買到五六十塊的 用倒的我告訴你 沒錯 真的是倒得有你命貌貌 所以這東西當然呢 自己去衡量自己的風險 我們跟大家談的一些股票 我們想多半也是跟大家談到說 這些比較中長線的一些 大型的轉機股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是劉萬欣 我是江千才 是王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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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拜託 拜託